一个人如果感受到释迦的话 他对主的爱 只在一个层面 不能真正完全的爱耶稣 一个人如果不能真正理解释迦的话 他生命没有真正的突破 也不能真正的突破 别在那里 整个关键 整个生命突破 生命改变 整个认识真理的关键 就是这个释迦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释迦大 各位朋友 你看到刚才那个释迦 我所看到的这部影片 其实不单只是一个影片 这是利用最高科技 而且最深入的研究 最着重就是在最原始 就是指出耶稣基督怎么样上释迦 从教法 从这个圣经历史和考古历史里面 去研究出来 知道当时候用的藤边 是怎么样的藤边 耶稣基督所抗的十字架有多重 而且当时候那种刑法的情况 最贴恰的来演出来 对不起妹 其实你看到的 我们只能看到耶稣受苦了 可能是十八件的 因为这是影片 当时候的情况超过这些 对不起妹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为什么 耶稣要上十字架 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所以有谁会听华语啊 大家都会听啊 所有人都会听啊 可以感谢主 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圣经记得说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以自己和好 各位今天知道吗 无论是地上的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以自己和好了 都以自己和好了 你们从前以神为隔节 因着恶行 心里以他为敌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以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 那出一段经文 圣洁来告诉我们说 上帝用了一件事情 一个做法 就是用十架把耶稣盯上去 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目的就是为了让天上地下 就是你和我 依上帝和好 这个和好这个字眼 是什么意思我来看 和好这个字眼 在原文希腊文的读法是 Ao e l lesu 大家说什么 Ao e l lesu reconcile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完全和好 重新和好 我选了一个最贴强 最接近就是恢复 大家说恢复 恢复 恢复旧时的和谐 那各位姐妹 上帝造人的时候 带着一个盼望 造人的世界的时候 带着一个盼望 就是他与 人之间 那个关系 那个爱 他与人之间 那种和谐 但是因为 最近的一个世界 魔鬼上当 破坏了一个和谐 人接受 最近来世界 使到人与上帝的关系 从此破坏 那上帝在等 再一次和谐 那个心态 你是想 他等 从阿当 叫他犯罪快课 他就在等 等到什么时候 就是等到 耶稣 丁死在 居家的时候 只能了 这个关系 重新 恢复了 所以这个 O A L 说的意思是说 恢复了 恢复了 所以保罗在讲 段经文的时候 他在透露 上帝的心意给你听 他说 当耶稣在 石垃圾上 丁死的那一刻 上帝在天上 恢复了 他都耳里回来了 就是你和我 重新 回到我的家 回到他里面 就姐妹 他为了你和我 他做出了 很大的牺牲 为什么 耶稣要上 子家 接着来 圣经说 你们从前 以神为敌 在这里有了一个 一出生 就是基督徒的 占少数了 就算一出生 都是基督徒的 也不一定 真正认识主的爱 对不对 我们都不是 以后我都不是 为什么 耶稣上子家 因为 他要结合 你和神的关系 对不对 当 你在 做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 的罪性 罪恶 罪行 一直不断地 在 我们的生活上 映坐出来 这个生命 带出破坏 带出咒诅 带出不和谐 带出 很多 很多的恶行 使到这个世界 完全的 翻转了 使到你的家庭 你的生命 完全被破坏了 他 做了什么事情 接下来 第二十二节 他这里说 但如今 他借着基督 肉身的寿司 他借着基督 肉身的寿司 叫你们 以自己和好 成为什么样的人 圣洁的人 成为什么样的人 没有挟持的人 成为什么样的人 无可责备的人 把你引到 他面前 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解释了 整个实教 的真理 他说 耶稣基督 就是为了 你是一个罪人 他不要 你在犯罪 不要你在 被罪恶统绑 不要你在 在做这种的生活 在过这种 被咒诅破坏的生活 活在黑暗的生活 所以 他亲自 干验 用他的肉身 受死 用他的肉身 来 破坏 用他的肉身 来 受咒诅 为了什么 为了改变你的生命 他为你个笔记榜 来告诉我 改变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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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你身体接起来 叫你没有瑕疵 这一面瑕疵 叫你受惩 叫你受惩 耶稣基督 这么把他的伤口 你们竟然笑得住 用一杯 他用他的身体 这个身体 是没有瑕疵的 这个身体是没有 带着罪恶 但是这个身体 可以疼痛 可以使 感受到紧张 感觉到 那个可怕 每一边 打在耶稣的身上的 都是你感受得到不通 每一项 垂在他的手和脚的 都是你感觉到不通 每一个重量压在他的头脑 那个经济的冠冕 吃进他的头壳 这个感觉 你可以感觉到不通 每一个人的咒诅 和修路的话 就是每一次 你被人修路 被人看你的情形 那种感受 耶稣为你承担了一切 对不起 姐妹 耶稣上十架 为了什么 恢复 祂要恢复什么 第一 优姐妹 祂要恢复关系 大家说恢复关系 恢复关系 你和我的生命 为什么被造出来 因为上帝爱你 祂造你是因着爱 祂造你是因为 祂要你和 和祂建立那种爱的关系 祂要你享受 在祂的爱里 祂要 祂的爱 分享在你的生命里面 就是阿当和萧娃 当时的关系 那是人和他的关系破裂了 所以耶稣基督上十架 这件事情 就是为了修补回 这个爱的关系 同姐妹 当你的 以上帝的关系 修补的时候 你生活上的 每一点一地 都开始活不来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在主里面的时候 在上帝里面的时候 就开始建立了 真正的爱的关系出来 你没有看到你的爱 来到上帝那边前 你信主的过后 你生命改变 你懂得怎么去爱 你懂得有意义的去爱 你懂得真正去爱 你懂得正确的爱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这个爱的关系 回复的时候 你跟随着主的爱 在你的生活上 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的家庭就改变 同姐妹 耶稣在恢复这个关系 就是你 上帝的爱 当你恢复 这个关系的时候 你的生命 你的家庭 你的关系 才会改变 对啊 为什么 耶稣上十字架 他才说 恢复生命 恢复生命 什么样的生命 他要恢复 意义的生命 光明的生命 他恢复永生的生命 人被创造起来的时候 这个生命 是一个意义的生命 他带着一口动力 就是在这个世界 有建设性 在这个世界 按着上帝的旨意 以上帝的关系结合的时候 开始发挥出 做人的功能 来运作这个世界 所以阿当 夏娃 一活过来的时候 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的时候 他们被命令生养众多 他们被命令照顾一件言 上帝把所有动物 带到他面前 开始要他叫出名字 当他叫出名字的时候 那个动物 那动物就成为 那个名字的动物 所以他在维持管理 今天我们世界 逝去的次序 人不再管理 人开始用 很多邪恶的心 罪恶的力量 罪恶的权 是在操作了整个世界 所以你和我面对困难 你的家庭被破坏 你的社会被破坏 夫妻关系 儿女关系 通通被破坏 你的生命开始落在 就是没有存在的意义的情况 你看到灾祸领导 你看到罪恶的事情发生 你看到 自杀的事情 毁坏的事情 通切的事情 败坏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生活中 为什么 因为人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当耶稣上十架的时候 他恢复关系 然后他恢复生命的时候 当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生命开始改变 他懂得怎么去过磨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的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我们懂得去过磨 我们比以前更懂得怎么样去生存 怎么样去过磨 或者正确的生活 或者爱的生活 或者意义的生活 你开始懂得怎么样去去化你的人生 如果你是一个真基督徒 阿们 当你是一个真基督徒 你懂得怎么过磨 为什么 因为耶稣恢复了你的生命 第二种生命 他恢复了 就是不死的生命 跟他说不死的生命 不死的生命 耶稣上帝造人的时候 人是不死的 这个完美的生命 没有死亡 这件事情在人的生命里面 没有死亡的重组 在人的生命里面 但是因为人接受了罪 进入人的生命里面 所以人必须死 直到什么时候 人开始恢复生命 就是耶稣上帝时的讲述 因为耶稣的死 败坏了罪恶的权势 所以今天你和我 不在这个死亡里面 你说不是 是不是信了耶稣长生不老 不是 你如果了解真正死 死的这个原文 original words of death 真正的死的原文 这个字典叫 eternal perish 永远灭亡的一生 那人的肉身 可以完全消失 但是人生命的灵魂 是永存的 不能消失 所以人的本身 是不能死的 因为人的本身 是由灵 来使到这个肉身 活着 所以兄姐妹 当你的灵 离开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叫人的看法 叫死亡 其实在属灵界里面 在真理宇宙的 那个定律里面 你不是死 你只是离开你的身体 去到审判的地方 或者去到永存的地方 就是天堂一地 耶稣知道 耶稣知道 我们的灵魂的状况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要救 他的儿女的灵魂 就是救为 当时他吹口气 在人的壁口 使人成为有灵活 那口灵 那个灵魂 救为哪里 救为天堂 使我们得到 真正的永存的生命 所以信了耶稣的人 我们还是会死 但是我们不在 定律的永活里面 永远受审判 为什么耶稣做出最大的牺牲 他看到第一 你看不到第一 他知道地的审判的可怕 他爱你 圣经们告诉我们说 如果在地里 地的恶 地的审判 超越 足够审判世界上 所有的罪恶 哪个比如 希特勒 很饿的 希特勒很饿的 但是我告诉你 虽然杀了不多人 但是就算有十个希特勒 十次这样子 杀害 毁坏 杜财 做法 十个希特勒 下地域的话 也敌不过 也高不过 地域的 可怕和邪恶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弟兄姐妹 耶稣看到 第一的可怕 你看不到 所以上帝的心 他的急 他的爱 你体会不到 当一个人能够明白第一的时候 就能够明白上帝对你的爱 为什么他做出 这么大的牺牲 因为耶稣说 他的死 是值得的 因为他可以救他的儿女 不在于利益里 这个实教 恢复了永生的生命 第三 为什么耶稣要上帝家 他要恢复祝福 上帝为什么造这个世界 不是让你来受罗的 阿们 上帝因为爱而造这个世界 他让你享受 如果你研究创世纪的时候 当时没有下雨 当时起初的时候 人不必做工 当时起初的时候 人的生命没有罪恶的 充满了赐福 因为上帝造每一件事情在宇宙 我们要坏了这个定理 使罪恶的咒复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进入我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失去了好多 我们面对好多的苦难 为什么耶稣上帝家 因为他要重新赐福 他要重新赐福 所以为什么你信了耶稣 你的生命能够改变 为什么信了耶稣 你的经济状况 你的身体状况 健康状况 家庭状况 儿子状况 改变 为什么信了耶稣 赌也可以改变 赌也可以改变 破坏的也可以改变 什么都可以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 重新赐福你 对不起 今天你在默想 十家的时候 你的感受怎么样 如果你明白十家的话 你会活得很好 你会活得很平安 而且你会活得 很有意义 你会知道怎么活 你会活得很蒙福 如果你不认识十家 今天我告诉你 为什么耶稣上帝家 很直接 很简单 不认识十字一文章 好 好 好